嗨 我是可能 刚刚就看完了Samsung的发布会 本来我是想直接开讲手机的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讲一个题外话 今年Samsung发布会不用熬夜 每年Samsung发布会大概就是一两点左右 等我拍到视频来的时候要半夜四五点的 今年竟然跟着韩国时间七点就开始 我拍完这个懒人包我还可以回家吃饭 OK 入正题了 Samsung今天到底发布了什么新产品呢 Dore Mi Far 一共四个新品 一个大折叠Galaxy Z Fold 5 一个小折叠Galaxy Z Flip 5 平板Galaxy Type S9系列 手表Watch 6系列 所以我们先从买不买得起Z Flip 5开始讲起来 这次直接砍掉了128GB 从256GB起跳 那来到了第五代 脚链给你是最新的啦 屏幕是最好的啦 处理器是最新的啦 连你们一直complain那个小屏幕也变大了 理所当然的 价钱当然也调整了啦 上一代3999块 这一代变成了4999块 如果你是要512GB版本的话 就是4999块 严格上来讲它好像起价 但是又好像没有起价 因为哦 当初Samsung出G Flip 4的时候啦 256GB是4999的 但是哦 今年很多品牌它都跟着Samsung的脚步陆陆续出了很多小折叠嘛 所以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Samsung就稍微调整了一下Z Flip 4的价格 256GB变成了3999块就买到 所以你讲它起价它又不完全起价 它只是跟回上一代Z Flip 4的那个定价不了嘛 你讲也是比上一代费了100块 新的处理器不用钱啦 屏幕大一点不用钱啦 美金不用钱啦 So Z Flip 5有什么新升级 我这里就准备了4个点啦 第一个就是外屏变大了 从原本的1.9寸变成了3.4寸 你们之前一直complain小小的 它这是真的给你做大了 而且哦它的形状是很特别的 就是有点像你在电脑里面开那个Fall哦 真的一个形状一模一样 是不规则型的 估计是要避开那个镜头的位置啊我觉得 然后它的外屏叻也是改名了啦 人家现在不叫做Cover Screen了 它叫做Flex Window 估计叻是要讲它很Flexible 就是它屏幕大了嘛 它可以做的东西也是变多了咯 比如说看了画面就大了咯 打字的时候Keyboard可以Full Size出完来咯 拍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大大哥的自己 还可以塞很多很可爱的Wallpaper 大外屏每不每是见仁见智 但是使用性一定是提高了的 看YouTube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外屏 Full Screen看你不用打开哦 第二点终于没有缝隙了啦 U型铰链拜拜 Z Flip 5跟Z Flip 5全是一起用上了 全新的水滴型铰链 这个铰链的好处可多了 首先就因为它零件数量的关系 它机身就可以做到更清更薄 折衡比较没有这样明显啊 最重要就是说大家关起来的时候 那个缝隙现在是密合了的各位 起码不会长灰尘 而且也比较美观 第三全新的颜色跟K星啦 这次Z Flip 5一共有四个颜色 黑色 白色 紫色 还有今天的主打色 面波合律啦 其实online买的话还有更多颜色 你们自己去看啦 值得一提的是哦 这是Samsung还特地出来一个 可变色的NFC Flip Suitcase 就是专门哦 给Z Flip 4的 当你带了这个壳之后呢 你的手机 Wallpaper会跟着那个壳 变成同一个颜色的哦 但是目前就只有紫色跟蓝色 可能吃点会出更多颜色 反正就比较好玩 好像帮手机换衣服的那个感觉 第四点 screen盒处理器啦 那这是在屏幕上面呢 跟S23是一样的 全系一起生下了 Conning Gorilla Glass Victus 2玻璃 比较坚硬 比较耐摔 外屏呢是3.4吋 60Hz的Super AMOLED屏幕 里面呢就是一个6.7吋 Full HD Plus Dynamic AMOLED 2X的屏幕 处理器的话呢也是全系生上了 Galaxy专用的 Snapdragon 8 Gen 2处理器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Galaxy专用呢 意思就是说 它是专门调教来给Galaxy手机专用的 那有没有更厉害呢 严格上来讲 它跟Galaxy手机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更厉害 但是它没有跟Galaxy手机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不会更厉害 好了剩几点讲完 那什么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呢 一 镜头 同样是12MP超广角 加一个12MP广角有OS防抖的一个镜头 第二 电池 同样是3700mAh 加一个25W快充 三 同样是IPX8的一个防水等级 四 重量还是保持187g 没有多没有少 但是因为脚垫的关系 所以可能它有薄一点 OK 接下来是G4-5大折叠 这次G4-5一共有三个颜色 黑色 奶白色 还有一个全形的IC Blue蓝色 我看了整体是真的美的 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你们去我的YouTube看 那它的外形呢 是跟下一代没有什么太大分别的啦 只是它的闪光灯位置换了一下 这样子啦 但是重量和厚度就有差别啦 前面我们有讲到 Samsung就是换了全新的水滴型脚链嘛 所以G4-5也成功保了2.4mm 然后重量也是轻了10g 现在是253g 也就是比Samsung S23 Ultra重多一点罢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习惯S23 Ultra 我觉得你应该也可以习惯这个G4-5 然后也因为脚链的关系 G4-5现在可以完美密合 没有缝隙了 好耶 所以可以总结一句 G4-5是更轻更薄 密合 屏幕尺寸跟上一代一样 还没有打开 就是6.2寸打开 就是一个7.6寸的屏幕 然后那个亮度貌似有升级了一点 现在支持1750nit 然后这次G4-5依然有出S Pen版本啊 你可以在一个大大的屏幕上面花鞋子啊 也是极爽的 但是哦 你就要另外一个K去装这个比 因为那个机身本身是没有位置装的 所以这次Samsung就特别出来一个叫做 S Pen Slim Case 它Case是真的很Slim的 颜色可以用撞到棒棒相来形容啊 它就是很喜欢配 青色的笔就配一个蓝色的Case 然后那个粉红色的笔就配一个大地色的Case 等等这样子啦 个人觉得还不错 然后UI方面也是多了几个升级 比如说底部的那个Task Bar 可以放到更多App了 一点即开 然后Pot-up window也是可以开到最多4个Tap 两根手指Drag and Drop 做笔记啊 做PPT啊 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还有全新的Flex mode等等 处理器也是那个咯 Galaxy专用Snapdragon 80002 其余跟上一代有什么保持不变的功能呢 就是屏幕尺寸那刚才讲的 6.2寸打开 7.6寸 IPX8防水等级 镜头也是一样哦 10MP超广角加 50MP的广角 加一个10MP的长焦 电池也是一样哦 4400毫安加一个25W快充 最重要的是 价钱也是一样的呢 最便宜256GB 6799买到 最贵的那个1TB 8299买到 那我这边收到的消息就是 Flip跟Fold都会同时间 在8月18号马来西亚正式开卖啦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你们就去看看就去买啦 OK 手机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平板跟手表啦 Galaxy Tab S9 一共有三个版本 S9 S9 Plus S9 Ultra 其实你听名字哦 就已经知道它的level 它的屏幕尺寸 跟它价格在哪里 这次Tab S9系列主要新功能之一 就是IP68级别防水防尘 它哦 是世界上第一台IP68的平板 没有想到这个年头平板也防水 很少商家会把防水 放在一个平板上面的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Samsung 也代表说 我接下来可以把我的Samsung Tab S9 带去游泳 第二个新功能就是屏幕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上一代Tab S8是用LCD面板的 只有Tab S8 Plus跟Tab S8 Ultra 才用上AMOLED屏幕 但是来到了Tab S9 全系 一起啊 全家 升上了Dynamic AMOLED 2X屏幕 色域更广 它的亮度也更亮 第三个新功能 还是那个 升上了Galaxy专用 Snapdragon 8 Gen 2啦 耶 三台平板都是有服装S Pad 它的S Pad是磁吸在机身的背后的 而且哦 这个S Pad哦 支持IP68级别的防水防尘 也就是说 双双一起防水 哦哦 雨天的收缩鸟 软件方面也支持Samsung Dex模式啦 那这一三台它的不同的地方 到底在哪里呢 屏幕尺寸哦 S9是11寸 S9 Plus是12.4寸 S9 Ultra是14.6寸 电池叻 S9就从上一代的8000毫安升到了 8400毫安啊 S9 Plus跟S9 Ultra就把手不变 内存也稍稍有一点不一样 S9 Ultra叻是16GB S9跟S9 Plus就是12GB 啊 差点忘了 Taxi Tab S9系列这次里面会内置 几款蛮好用的Apps啦 包括一向来只有iOS身上才有的那个GoodNotes 还有LumaFusion是一个简洁App 还有Samsung一些合作的第三方App啦 但是你要记得哦 那一支是那一支哦 不代表它是免费的哦 价钱的话太多版本了 所以我就讲一个起步价啦 S9的话呢 最便宜3699就买到 S9 Plus是4599买到 S9 Ultra是5999买到 最后是手表啦 一共有两款Watch 6跟Watch 6 Classic Watch 6有40mm跟44mm两种尺寸 Watch 6 Classic有43mm跟47mm两种尺寸 两个类都是原型的表盘 那比起去年的Watch 5来讲 Watch 6的那个边框很明显是窄了很多 然后Watch 6 Classic它的边边就多了一圈的物理旋转 健康检测上面呢 两款手表都可以随时检测 ECG 血压 血氧 睡眠 心率等等这些东西啦 然后它也是用这OLED的显示屏 Exynos W930处理器还有更大的电池 价钱方面 Watch 6最便宜1099买到 Watch 6 Classic最便宜1399买到 当然它还有更多的版本啦 你们自己去逛逛看啦 好啦 蓝人包就到这边 总结一下 个人觉得这次ZV5真的是有给到我惊喜 其实我之前啦一直觉得 Samsung压根就不想管那个外屏大不大这件事情 他们只专注做好软件 事实证明我错了 因为我发现更大外屏哦 真的是更美观 更实用 更科技感 之前新大新小不知道要不要买Z Flip的人 我觉得你们可以冲一冲Z Flip 5 因为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更新 对于Z Flip 5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改变 未来一两年呢 估计Flip也是会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嘛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Flip 6 Flip 7 它跟这一代也是大同小异 改变不会太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入Z Flip 5 可能是一个蛮不错的时机 最重要的是哦 如果具材两代了 它都是这一个外屏大小啦 那软件开发者就可以针对这个外屏 设计出更多更好用的功能 或者更好的软件 至于Z Flip 5 我个人真的觉得那个改变不是太大的 而且我最在意的那个 电池跟快充都没有变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们有需要用到的功能 然后看看要买这一代还是买上一代 毕竟折叠机那个价钱也不是便宜的嘛 是不是 好啦今天的懒人包就到这边了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分享留言 然后打开小领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